好 这个道琼是如何计算比重的 这个我们知道了 好 这个图来回答刚才那个 我忘了怎么称问题 Alan是吧 Alan是吧 Alan的问题 为什么巴菲特 刚才不在那个道琼是30种工业指数里边 是吧 这里有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这什么 Ball member overlap 应该看经文大概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这30只 这个股票里边 当然这是旧的图 这是2015年的图 图形图旧不重要 而是这个说明了一个事情 说明什么 说明了整个道琼斯这30只股票里边 看看他们的Ball member overlap Ball member还有Ball member的CEO们 是overlap 什么意思啊 互相持股 互相他在这个公司里边做Ball member 在另外一个公司里边做CEO 看看这个交错图 看看多复杂 有没有哪一支公司是单独的 大家笑什么 这个info怎么拿到的 这些都必须是公开的 就我说我是做金融监管 OK 做金融监管 我知道什么信息是必须披露的 那我就知道这样的信息必须披露 所以我找一找就找到了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拿来干嘛的 我做金融监管 我就知道这些信息 它是必须披露 而且我还很幸运 居然还能找到一个图 这张图一出来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strategy就差不多 因为是人弄的 讲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世界 这个市场里边 是由人组成的 记住 这个市场不是由公司组成的 公司是一个虚的 你告诉我什么叫公司 公司里边是人组成的呀 所以这个市场是由人组成的 不要以为这个市场 是由公司组成的 一定要有这样的思维 当这个市场是由人组成的 看看这30只股票 他们的公司 人员组成成分 谁能跟我话一话 说一下 反正我看完以后 我发现我解释不了 这overlapse实在太严重了 说明什么 说明所有这公司经营理念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讲 成功总是相同的 而不幸的人 失败的人 总是各有各的理由借口 所以来吧 你们给我理由借口 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不能成功 可以无穷无尽地找下去 是你们要的吗 不是 那就别跟我找理由 来告诉我 我们在这找什么 共性 怎么去成功 这才是真正大家需要的 找共性去 这就是共性 在这摆着 对不对 当你学会去找共性的时候 你才可能具备成功的素质 你才具备成功的思维 然后去学习需要成功的知识 经验 理论各方面把它融合起来 最后走向成功 所以这个图集体复杂 但是不需要知道 它会到底哪个公司 怎么怎么串 不用了 你已经知道说 这全世界的火车头的 这些公司们 其实说白了 就是那么一群人在里边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就这么一群人 那好了 先去看看这里 这有三个公司 好像在单独在外边 不在里边 那你们操作的时候 要不要 你们想想 你是操作这里边的 还是操作这三只 自个想 答案有了没有 反正我相信你们应该很明确了 所以是不是发现 越来越简单的事情 你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 但是你得知道 有些东西其实很复杂 一旦知道很复杂的 你的答案反而简单了 好了 那为什么巴菲特不在这 巴菲特他是在里边的 只是一份子 明白了不 他在那个圈城里 他只能最多成了一份子 就了不起了一天 在我们世界里 他是大神 在那个世界里 他只是一份子 对 他是这些公司的持股人之一 之一 他还不具备说 能把自己的公司摆上去 成为一家独立的 然后让大家去持股 他的公司 也许有 但是实际上和这一帮人比起来 他不算什么 而这 30只股票是这个世界的经济火车头 那所以说这个世界真正的 所谓的这些财团们 他们在哪 都在这呢 我们 我们说我们做投资 是不是我一直在说强调要跟庄 大家就天天问 庄在哪 我怎么找他 这堂课告诉大家 庄家在哪 巴菲特是不是那个小黄圈 有可能啊 对啊 他可能就这个点点 对啊 因为他持有摩当劳嘛 不对 摩当劳 可可 对不对 可可 这些他有的嘛 对不对 这个他有吗 GOMASAX 他有啊 所以 他是里边的 这个他有吗 他都有吧 是不是 所以当你看完这些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这里边没有单独一个巴菲特了吧 如果大家想真的说希望有可能能参与我们面项目的 这种意义市场的这些投资的话 你们至少先得了解一下丁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我们说了市场做投资了解的必须是这个人 你们懂了这个人 你就知道这个人 你们能不能跟 这是最重要的 不在乎他那种玩得极其酷炫的手法 先看看这个人是不是能跟 然后再看看他的操作东西 是不是实实在点能落地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下个星期丁总就说 这个公开课 先来听一听 好不好 因为那是我的老师 星期六 星期六下午两点半 我建议大家都过来听一下 好不好 因为你们来干嘛 如果你来赚钱 这可是有大利润的地方 巨大的利润 直播没有 对但是之后会有那个网上的录像吧 应该 片段对片段的录像 对对对对 有一些节选嘛 但是没有直播 对 所以那个 那边 Montreal那边同学 就只能看一些片段 但是多很多的同学 建议大家都过来 听一听 对 真的 就是 你们如果是真想来赚钱 丁总的东西 你们真要听 真要听 否则的话 你们会错失 真的就是 这是一个 极其极其难得的机会 所以大家都过来 一级市场 就很多东西 大家不要把一级市场理解的 好像 哇 离我们很遥远 就看你跟谁了 如果你跟他丁总 你会发现 一级市场 也是一个 对我们大家 其实很容易能参与的地方 其实不是 就是很多东西 你一定要有思路了以后 你发现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对不是你想象很多东西 你们会发现很多东西 哦 其实 比如说我 这个大家 我们现在上了五堂课 对不对 五堂课吧 是吧 大家现在听来东西 你们对市场 是不是开始有一点认知 五堂课 我能讲到这个程度 就为什么 因为我把所有东西 最后都简单化了 那些本质的东西 告诉大家 而不是跟大家玩虚的 天天讲那个 听是高大上 其实最终都不知道 怎么落地的东西 那丁总讲的东西 就很多东西 是实在在是能实操的 因为我跟他都是一样的 我们俩来的目的 就是要能把这个项目 能做成 能追求 能带着大家一块去盈利的 对 我们所有的思维 都是一种就是 合作共赢 利他的思维 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下星期都过来听一听 好不好 OK 那就这样 除了这个之外 下去我们看看SPY 这他给了一个大图 1950年的到2016年的 看看这个 中间有没有波动 有吧 但是 如果你真看得懂大趋势 假设你买到这了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2000年的时候 好多人买到这 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 这个世界就是 你只要能撑得住不死 你最终一定会活得更好 但是多数人都死在了黎明的前夕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多数人死掉了吗 死掉的是自己内心的信念 其实 因为你不坚定 为什么不坚定 是因为看不懂 当你看不懂 你何来坚定之说呢 没法坚定嘛 因为你都不知道 明年后年大后年整个市场 经济方向的时候 你只能说赶快我先出来 能套现多少就套多少 那这样的时候 那你想想 我就说大家一直一定要想个问题 无论你们怎么学习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说一个事实是 这个世界上90%人最终都是亏欠 5%人平本 只有5%的人才会是盈利的 无论你学习多少知识 你有没有自己问过自己一句话 为什么你可以成为这个盈利的5% 是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 因为你比别人勤奋 所以很多事 大家自己问问自己 这个答案自己去找 我给不了你们自己 但是一旦你能找到这个道理 你能想明白 你就知道你的方向是怎么样了 我们之前举上课讲 我好多次的这个龟途赛跑 我们都回到幼儿园了 大家在学龟途赛跑 大家想做兔子 想做乌龟 这个想 人人都想作为成功的 最后的那个胜利的乌龟 但是我们时时刻刻 不忘是做的兔子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要快 是吧 过程当中要弯到超车 要快 一切都要快 但是最后我要成为胜利的 那只乌龟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我们自己很多动作 我们是在做乌龟 还是在做兔子 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大道之间 什么是大道理 慢 就是快 这句话很重要 慢 就是快 有谁听不懂吗 人人都懂 看这个图 如果你买在这儿 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 你把时间拉长 就变慢了 当你把时间拉长 变慢了之后 你最终熬得过去 你还是能盈利 但是那个很快速的 一看不对了 赶快攒仓的人 往往都攒在这里 因为时间很短了 所以很快 事实结果就攒在这儿 很多人都在这儿 同样到这里 一旦不对了 下来了赶快攒 这个是哪儿 2008年 进入海啸啊 多少人亏损了 这就是事实 不要回头说 我不攒 回头讲那些话 没有用 当时多少人攒仓了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事件 就是当时说 金融海啸 金融危机来了 人人都争先恐后的 踩踏 攒仓出局 事实是呢 事实是 如果你当时 能卖点 多看看 多想想 是 你账面是亏损了 账面 佛亏 非常巨大 可能账面 佛亏已经50%以上 如果你还能很坚定的 定下心来 去思考 去想 去学习 你说今天你是怎么样 但是 定得下来吗 敢慢下来吗 你如果敢慢下来 最终 你就是快的 因为你能 先 比别人 先达到你的目的 往往快的人 其实他们 一直在 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一直 达不到自己 最终的目的 你看我就煮个例子 这个叫什么 这就是个平台 神行平台 他是干什么 为工程师提供服务的 这是一个工程师平台 就是我们很多工程师 什么 都有一些赋予的时间 所以赋予时间干什么呢 就是他下班以后 他有一些赋予 所以他搭建的一个平台 你可以在我这 做一个会员 然后他跟设备拥护 跟那个工具拥护 跟客户发生联系 你如果提供服务 就要这种 我在中国有学生 做了一个非修平台 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 你们 咱们现在这里都有 家里都有维修的事情 是吧 你只要从那一点 我这周围 哪个师傅在周围 他就指定去帮你维修了 这都是平台思维 你知道吗 挺方便的 这种东西好不好呢 所以你要没有 我就天天备个包 到外面维修 去那边找活 这多难啊 对不对 你知道吗 这个是工程师 我们很多工程师 我们都很有水平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下完班以后 都把自己的时间都什么 耗费掉了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 这就是一个工程师 平台 知道吗 所以要用这种思维在里面 比如说这种生态系 像那个腾讯的生态系 跟这些关联 跟这些关联 它跟科技金融 金融体系和金融 都会是关联出来的 知道吗 所以这样形成一个体系 这样的 我们这个是给大家一种思维 不要大家走来就学这个 知道吗 我也跟大家说 走来就学这个师班 为什么 你的控制能力不够 你知道吗 所以你的运营的能力不够 你的团队是要练习 一步一步的来 但是思维你要有 你知道吗 没有的话你就很难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很多人都说 这个产品呢 很难卖呀 这个东西 为什么很难卖呀 因为我们就卖产品 而卖产品 这个东西是 现在已经过时了 现在要转换一种思维 把卖产品变成卖服务 这个时候 主个例子说 一建一家 这是我朋友做的 以前做装修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都要去埋 就是埋建材这个 那个建材商也得给你们推这个 现在改了 你一上这个以后 他就给你一个 你把你的基本信息数量 他马上给你出个效果头 然后告诉你 用什么材料做出来的预算 全部给你 然后施工队全部有 一去的时候 就把你的做好了 那个建材还用卖吗 前面做的 全部都免费 你看 这个效果头不合适 我还可以换一种效果头 这个时候叫什么 都是卖服务 顺带的叫什么 把产品给卖出去 这种东西 这才叫做 创业呢 如果我们还是说 我做一款产品去卖产品 那怎么能行呢 我也告诉你们 我最近呢 我们这个团队在这创业 做一个什么产品呢 今天给大家有个福利 是不是姚总 给大家送点面是吧 面条 这是不是传统的项目 最传统的项目了 但是我们用新思维来做 做成不一样的面条 你们见证这个 今天这个面条可以 那个我不知道 这是姚总是我的合伙人之一 他会送大家一些面条 让大家打不许吃 好不好 给姚总来这掌声 对 这个叫什么 这个你看 这就是服务嘛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把最传统的东西 做成不一样 那就比较牛 你们可以时刻关注 我们这个面条项目 你可以参与我们这面条项目的 整个过程 看我们怎么做的 你知道吗 每一次开会 你们关注我们的信息 等会你们加姚总的微信 然后呢 他会发很多东西 每一次开会 你们都参加旁听 不要钱啊 可以免费吃面 那当然 我们 我们什么 对大家奉献的 让大家去 来做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多好的一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 苹果了 这个是不是 苹果是不是卖手机的 我跟你们讲 如果我们把苹果 做成卖手机的时候 你基本上卖 就是什么 你基本上在二级市场 你就亏损 意识 意识不对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一说卖手机 哇 这个手机下降了 其实是什么 苹果更多的是 在卖服务 你看 它的平台 叫什么 它的叫什么 苹果那个 App Store 有很多的人 嫁接在上面 把很多的元件 放在上面 同时苹果 现在在开什么 一个无人驾驶系统 的服务平台 你任何一个车 你其他的 你都可以用它 这个转换 苹果真正做的 就是从产品 转到服务上去 所以苹果 你们如果做二级市场 一定关注苹果的股票 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它的现金流 比那个叫什么 比国家银行都多 为什么这样 做服务是轻资产的吗 它有很多的现金流出现 你知道吗 它是轻资产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看到四级的本质 而不是说 这个苹果就是卖手机的 如果你认为苹果卖手机的 基本上在二级市场示范 一看这个 一个消息出来 马上把股票给卖了 赔钱了 有没有持有苹果股票的 有 有 不要随便卖 另外创业思维 我们从铁三角到金三角的转换 以前我们做这个思维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一谈有没有一个好产品 再一谈怎么去卖 再一谈怎么去把这个场给让起来 管理 是不是这样的 基本上都这样 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 这样 这种销售 它是叫什么 增加销售额 管理减少成本 这样增加利益 都是这种吗 这是一种传统的思维 这是一种传统 这样做基本上来说 成功的概率也是比较小的 而且做得很累 很多的企业家就创业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很累 很累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种思维 我们现在呢 我今天告诉大家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叫什么 金三角 用这种方式 没有模式 不要动手 模式 什么模式 刚才说的 商业模式 资本模式 管理模式 产品好 那是标配 如果没有好的产品 你还做什么呢 不要去谈产品了 因为现在的产品 都很多 很泛滥 这里也给大家一个秘密 你们千万不要想着 把产品做到第一 第一的产品 是不是最好卖的 不是 不要这样去想 你要想 那个麦当劳产品 是不是第一好 不是 因为卖的很好 利登的茶叶 是不是最好的茶叶 不是 他一个茶叶厂 他这个茶叶公司 卖的比中国大陆 整个茶叶的总和都多 销售 所以我们不要想到 我的产品 一定是世界第一 我才开始 No 但是你要设这个底线 不要做得很差 80分 OK了 你知道吗 所以 叫什么 没有模式 你不要动手 模式就是这三种模式 你要想好了 你知道吗 否则会是什么 这公司不值钱吗 你动手干啥呀 你知道吗 然后融资 融资大家说 是不是融钱呢 是不是 是不是融钱 不值 如果仅仅是融钱 钱能解决的问题 都不叫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 融人 你知道吗 人就会带来资源 你知道吗 如果你融不到人 有什么用啊 当然 钱也需要 为什么 钱在哪 心在哪 没有钱 不好 所以 现在 你知道吗 我们做企业 一定要改变 改变什么呢 我们不要随便雇人 以前呢 你看这个社会发展 首先 以前是奴隶 奴隶是什么 老板压他 现在后来是什么 改成雇佣 这个雇佣这个字不会写 这个 改成雇佣 雇佣是什么 工人欺负老板 为什么 糊弄老板 那这两个是对立的 现在改成什么 大家一起干 干败的也有你的责任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去想着 哇 我们还去雇一个工人来跟我干点活 这个 华为就是我们的榜样 那样吗 所以我们现在创业的时候 我们想 这个人是不是我需要的人 他能不能接受这种思维 如果不能接受 边上歇着去 不要去想着 哇 这个 有的人说 哎呀 一个工人也可以做活活 当然可以啊 只要你把机制设立好了 他同样的 你带他发财 他还反对吗 如果他反对 他不就傻吗 这个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工人他好 就像是 什么人才能进一级市场 这就带他进了一级市场了 你告诉他 我五年做上市 你愿不愿意一起干呢 对不对 如果他不愿意干 他不就傻吗 那没办法 是不是 所以 这个 融资 从你创业的开始就要干 为什么 要容忍 所以刚才我们一个兄弟说了 这个合伙人从哪来啊 合伙人是荣来的 知道吗 荣来的 找你跟你三观一致的人 把你的理念 全是给他 让他跟你合一 这就是一个团队 明白不明白 明白 然后呢 把这两个弄好了以后 我们就建立迟道 建立迟道 现在建立迟道 我们一定要想到 线上线下 一定 叫什么 所谓的 O to O 如果我们还是 纯走 线上 或者是纯走 线下 那这个事情都是失败的 为什么 我们知道流量是最值钱的 流量是最值钱的 线上线下都会促进流量 相互 所以马云说了 淘宝 已经成了成统企业 为什么 他走线上这块不行 所以现在京东和淘宝都在开地面店 对不对 你们关注没有 他们都在开 而且京东告诉 我在中国要开一百万家地面店 为什么 以后 你们有个东西 你们要关注 现在大家都认为 线下的这些小店不值钱了 这个是阳光有点短 很值钱 它将来是线上导流的门户 所以你一定要设计什么 你假如说你开个店 你一定要想办法 要做流量 同时把这流量 要想办法导到线上去 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设计出来的 所以你属线的时候 你要把它设计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吗 线上线下一结合 然后加上你的模式 加上你的团队 你这个公司 你这个公司 封头就会找你 你还取钱吗 要取钱就找我 我可以给你投 你知道吗 要把这设计好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用这种思维来做事情 大家今天如果没有听明白 没关系 私下可以讨论 因为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 时间有点多 这个 所以呢 我们讲下面的 这会设计 太多了 我一定有没有听到 太多了 没有听到 我可以听到 我才能收到 这个 这样 我可以听一下 这个 实际上